已经停了33年的杜海勇比赛 吸引了千人参加 活动不但引人注目 也证明政府整治维多利亚海港水质 已经收到成效 因为新世界维港友 201的杜海勇 在九龙里渔门三家村公众码头举行 参赛者从这里出发横跨维港 终点是对岸香港岛贼鱼冲公园 全长1.8公里 赛事项目分为男女个人公开赛 以及男女对际赛 男子公开赛选手有548人 女子公开赛有167人 而今天最年轻的参赛选手是12岁 年纪较大的有超过60岁 他们都表示参赛目的 不在乎胜负能够参与最重要 因为活动已经停办33年 而他是香港的一项盛事 33年前曾经参加过两次杜海勇的 58岁游泳教练就显得相当兴奋 当时就都挺热闹的 因为当时我是二十几岁青年来的 那时参加过那些杜海勇觉得挺有趣的 因为天星码头那个天星小轮就在我旁边行来行去 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当时就是维多利亚港的中心 现在就维多利亚港的左右手 但是从早上9点开始在男女个人公开赛中 18岁著名杜海勇选手林天宇香港队代表 以20分34.4秒首先冲过终点夺冠 女子个人公开赛冠军也被年轻的邓影星夺得 时间是二十三分七秒 香港杜海勇历史悠久早在上世季初就开始举办 不过1978年最后一届杜海勇举办之后 就因为维港海水污染严重而停办 经过香港政府多年努力整治维港海水 才让停办33年的杜海勇可以重新举办 二二卫视黄江红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海勇